还是你感谢整个教练组 当然就是路导和刘导 我记得现在教我的两个教练 因为两个教练 我从信义国家队就是他们两个人在带 你的运动生涯中你要特别感谢的是谁 当妈妈还是当时会演新英雄的那个教练 是讲体操生涯吗 对 运动生涯 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是教练吧 因为其实怎么说呢 父母给了很大的鼓励 但是其实本身你在运动当中 你其实相处最久的 然后最重要的其实也是教练 因为教练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不光帮你提高成绩 也帮助你给你信心 他甚至帮教你做人 所以我觉得在整个人的性格 包括各个方面在被塑造的过程当中 教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教练是觉得是自己的前辈 然后他的精神自己很受苦 其实我觉得太多了吧 因为整个不光是体操还有其他项目 我觉得优秀的运员实在太多了 这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所以你没有一个特别 关于因为5月12号 中国汶川不是发生一个特大地震吗 我们这边就想问一下各个运动人 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当时地震的小朋友去说的 其实当时很多电台都问过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也回答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当时的痛苦现在已经过去了 但是其实我认为他的灾后的重建 其实可能是一种更大的那种责任 因为知道就是说在他一些东西重建的时候 他会面临到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在因为死去的人们 虽然他们就是经历了一些 但是我觉得我们只有去缅怀他们 我们去奴隶他们 但是我们认为对生者来说 其实是更大的困难 我们该如何去消除他们心中的一些阴影 该如何去能够帮助他们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你穿着李宁的衣服 然后穿着他们的运动产品 然后李宁赞助中国体操队 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所以你想听 就从你的角度谈一谈 关于跟李宁合作 然后使用李宁产品一些感受 其实从我打一开始来 就是穿着这个李宁的产品 我觉得第一次穿的时候 就是感觉很高兴很荣耀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 对于我来说 能够穿上这些运动品牌的产品 是非常高兴的事情 当然经过这么多年 慢慢也能够会发现到这个品牌的一些文化和它的自己的特点 其实我觉得今年不是李宁赞助我觉得很遗憾吧 因为其实这本身是一个最好的中国的文化的品牌去宣扬的最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也会感到很遗憾 我也经常会跟别人在讲 为什么今年其实政府应该会帮助我们 因为其他的产品总是政府在强调要加入我们国有品牌的一些宣传 但是这个方面 这个事情其实蛮遗憾的 不过我相信 希望李宁其实还有机会 还有其他方面 其实我们能够做得更好 对我相信就是李宁 他也会瞄准更长远的中国 对啊 现在我看到很多个国家的运动队 还有国家的那个奥运 奥运的那个整个奥林匹克的这个都跟李宁有签 现在在国际赛场上越来越见到李宁的品牌 对 它现在开始很国际了 什么西班牙 南南 阿根廷南南 还有美国乒乓球队吗 是吧 这个我还没有被告知 但我知道什么 好像还有瑞典的澳术伟 西班牙的澳术伟都是穿李宁的衣服 其实这蛮光荣的一个事情 现在看比赛会越来越见到这个品牌的东西 但是这个品牌已经不再只是中国本土的品牌 它已经越来越国际化了 对啊 在成长 对吧 不管怎么样 跟运动员也一样吧 我觉得它会总会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会越来越好